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幅度也都在大约是0.5%左右 美国方面三大指数普遍是出现了小幅的上扬 但是幅度非常小 几乎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除了股市之外 在其他方面的黄金价格 在上周五是继续维持在1250附近 但是由于在上周的时候有两天时间是低于了1250 因此黄金在周线级别图并没有完全的冲上之前我们说到的一个关键信号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这个石油价格目前也是稳定在大约是5050的价格 那么油价这样一来的话也是在过去的五天中保持了四天的连长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热门事件 就是这个灰山刚去 未瞧又至 在上个星期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 在香港上市的灰山乳业 由于他们是遭遇了美国浑水公司的阻击 股价在20分钟之内暴跌了90% 那这个风波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除 在这个星期又来了一家公司 是遭遇了同样的丑闻 那么这个这一次呢 不是辽宁的公司 这一次是轮到了山东的 这个是叫做卫桥旅业 那么这家卫桥旅业呢 其实是做电解旅的 那由于呢 现在呢有可能市场传闻他们的财务作假 以及呢 现在他们审计他们报表的审计公司 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安营发布消息说呢 目前我们可能会存在一些重大的数据有待调查 因此呢 导致投资者呢 对于这个卫桥的整体的股价 严重的持怀疑态度 其股价呢 也在上周五短短时间之内遭遇了暴跌 但是与上一次的这个灰山事件不同 这一次的卫桥呢 同样也是向国务院 或者说是他上级单位呢 求救 但这次呢 这一次的求救信被媒体曝光 从求救信上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们的这个说的理由是让投资者包括整个市场是大跌眼镜 他们没有说到自己在财务造假中任何的数据或者说反驳的依据 反而呢将目前的下跌指控为国外的同行为了维护住目前对于资源价格的这个操纵性 而故意的打压中国企业 所以说他们其实呢 把现在的这波这个作假的这个质疑啊 转换了这个市场或者说媒体的焦点 把它转移到是否爱国这条路上来 希望呢通过是不是爱国来来挽救他们目前 由于财务作假导致的股价暴跌 而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呢 从他们这个最近发表的财务报表来看 为什么说他们财务作假 因为呢在过去几个年度 他们声称自己的利润大幅上扬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电解铝电解铝 关键的一个成本就来自于电价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面 电价是不断上涨 由于呢我们知道国内的这个煤炭价格不断上涨 而火力发电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于煤的价格 因此在煤价上涨的情况之下 他却能够声称他的电价比大部分的竞争者 大部分的同行业者呢都来的低 光是这一点就让人非常的质疑 另外他也在信中说到呢 指控在国外的那些同行业呢 是希望能够控制住源头的价格 他说本来他们卫桥呢 是通过希望能够开发非洲的矿业呢 能够打破国外一统天下的局面 但即便是我们算上他非洲项目的总和 他电价率的占的产量也只是世界总量的8% 我并不相信这8%就能够打破国外的价格垄断 况且现在呢电价率也不存在什么价格垄断 虽然中国是最大的电价率消费国 但是很多时候目前的国外企业都是求着中国在购买原材料 由于现在的中国经济下滑 以及呢需求可能在放缓 因此在前几年所积累出来的那些产量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释放掉 根本就不存在着这个定价问题 所以说呢 从这个各种情况来看 其实呢 对于这么一个企业 我们应该说呢是作为在这个金融行业里面非常专业的评论 我们对对他的行为 以及对他的这种事件 以及对他们的求救性 均是报应的这个嗤之以鼻的态度 首先这是不专业 第二他的理由并不能够打动任何的投资者 或者说挽回任何任何机构对他们股票的信心 那么这么下去以来 毫无疑问将会情况呢会更加的恶化 况且现在中国呢 今年很有可能会再一次努力加入国际指数基金 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 是不可能为一家财务作假的公司来做背书 来帮他们呢 这个擦屁股的 所以这一次的公司 他们的这个财务作假事件被曝光之后 等待他们的很有可能将会是停盘 甚至于是审查 那这也使得也让我们告诉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就是在金融市场里面 诚信是非常关键的 你一旦失信于人 未来呢将很难再去获得市场的信心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之前另外一个热门的焦点呢 就是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六啊 也就是4月1号愚人节的下午的时候 中国国务院是发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就是把这个河北的一个县城定义为首都的副中心 这则重磅消息呢 毫无疑问 在24个小时之内 是让那个当地的房价是涨了几乎是50%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诧异 那么这个信息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把它可以简单的和古代那个迁都作为对比啊 迁都可能迁的比较远 那这一次呢 北京的迁都啊 应该说是北京市政府将会迁到通州 而中央或者说全国的首都作为一个职能机构 将会呢部分迁移到这个最新的河北的这个县城啊 所以说我们知道从古到今 不论哪一次迁都都会耗资万两啊 那么这一次的建立一个新城或者一个新区啊 把它定位成国家级开发区 势必呢会在交通啊 和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桥梁机场等等各方面都会重新建设 会把原来的一块农田地重新给建出一个新的城市 那么光是这么一个项目听起来就是一个上亿级别的一个项目啊 毫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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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点都不用犹豫的说呢 光是从这个定义来说我们可以知道国家在未来的三到五年甚至于十到二十年之间啊 将会在这个这个新的新区投入到上万亿的资金 这一来呢是可以消化掉现在现有的很多库存 二来的话呢也可以带动未来的很多需求啊 不论是基础设施里面的钢铁水泥木材 还是呢长久来看的服务业和基础产业 因此这个项目与其说是建立一个新都 不如说是目前挽救中国经济除了印钱以外 另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法 而且呢它的效果也将会比较长 那么以上说的两块呢都是我们今天的热门话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啊 我们说到的一个关键性的产品 就是呢现货黄金啊 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我们说到现货黄金 曾经呢在从3月16号一直涨到3月31号 一个两个星期的连长啊 遇到了二两小时阻力线 曾经一度是打破了两小时阻力线 但是没有任何一根蜡烛线 是完整的跌破两小时阻力线啊 每一次呢都在第二次的价格 第二根蜡烛线的时候呢被拉回去 因此我们可以说黄金价格目前 依然是守住了这个两小时的通道线啊 所以说在目前黄金价格已经守住了两小时通道线之后 我们目前依然可以在中期看涨黄金 只要黄金价格不要跌破 这个大约是1238左右的价格 那么它的上涨在目前来看依然能够维持住啊 所以今天的挂单我们如果啊投资者呢 需比较考虑稳妥一些的话呢 不妨在过去的24小时至48小时的高点啊 不论是1250或者是1255的高点突破之后都可以考虑进场 那么空单的话呢 毫无疑问必将选择在上周五的最低点 一旦这个价格跌破的话呢 黄金有很大的可能会继续向下 那么接着在最后 今天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件是 今天晚上6点30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制造业PMI 以及呢到了晚上12点钟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制造业PMI 因此在晚上的时候呢 对于英镑和美元 投资者要密切注意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 GoMarkets每日财经